最後一回合 一分鐘 請出題 小熊維尼的原型 是一隻真實被收養的母黑熊 請問當初它為何會被取名叫做維尼呢 A 收養人家鄉名稱 B 收養人媽媽的名字 A 所以 不假思索是為什麼 我小時候其實 最喜歡的東西就是小熊維尼 所以你有研究過他的來龍去脈 就有大概看過他的一些報道 就是故事這樣子 可是很小的時候看的沒有很熟悉 但我的印象就是 應該是他家鄉的名稱 是 介紹 維尼是家鄉的名字 還是媽媽的名字 攻擊他隊 命運獎金術 請選擇 兩千到兩萬有歸零 恭喜兩萬元 真的錯了 太誇張了 繼續加油 請出 下一題 冷滿任職 不受重視 被冷落 也常會用在運動賽事當中 請問他最早是指誰的座位 A 飛平 B 官員 B 所定 不假思索是 你又剛好知道了 因為那個嘛 最近錄陳明勳弄會 然後 該官員什麼事 不是 我記得沒錯 好像就是 就是 人板凳好像 好像是在說官員吧 我的印象是這樣 請揭曉 人板凳最早是指的官員的座位嗎 對 這個做龍板凳的人到底是誰呢 就是明朝的全臣嚴嵩 他當時就是做威做福 做了很多的壞事 大概在這個朝野之間 曾經一度有二十年 非常豐雲的日子 但是後來他被抓到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想要找 自己的孫女婿求情 他就到了這個孫女婿家去拜訪 坐在這個外面的板凳上 人家也沒有請他進去好好坐 在裡頭等了很久 好幾個時辰的時間 就沒有人出來接見他 那後來當然也就是孫女婿 想要跟他劃清界限 就不幫忙嘛 所以因此就稱了 嚴嵩做過的這個板凳 叫做龍板凳 命運獎金術 請選擇 有歸零 有歸零 恭喜 兩位元 恭喜 對 對 再數一下 這題答錯 這題答錯 我這題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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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繼續加油 請出倒數第二題 請問高學家在測定 人類膚色時 主要觀察的部位是哪裡 A 四肢掌心 B 上臂內側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你這題其實可以想得很快的 因為我想掌心大家都是白 都差不多顏色 沒有 掌心會跟末梢神經有關 所以有人的膚色 手是白的或紅的 我根據溫度會有所變化 掌心是最多顏色變化的 但這一邊曬不到太陽 沒有人這樣走路 除非日光玉 或投降的 我覺得 投降 我認為掌心顏色會變 但這邊不會變 我認為啦 我認為 應該是 來 借腳 合理 合理 命運角金屬 請選擇 你認為1號剛才歸零 所以他不會出現在1號對不對 對 恭喜啦 借遠 好… 高哥你好… 你沒有緊張很多 好 我要想一下正確是哪一個 然後打 醫師建議有為神道逆流困擾的人 不宜在使用什麼東西 以免加重症狀 A 木瓜 B 薄荷 我覺得答案是薄荷 但是… 2 1 B B 3 你覺得答案是薄荷 那你就不想答對 你為什麼不選木瓜呢 還是我現在可以改木瓜 當然 不能改 不能改 因為 對啊 薄荷 我也知道逆流淋不能吃薄荷 你知道的 是嗎 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就是以前 我有為食道逆流 然後我個人覺得 比較讓我有印象的 就是吃涼涼的東西 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種 那種的感覺 請揭曉 恭喜答對 怎麼會這樣 自己的壓力大 最後一案 請公布命運獎金組 請選擇 四號是 一萬元 總獎金 誘人跟康康 一千元 淡薄名利的從頭呆到尾 仲偉姐跟家庭姐 兩萬元 兩尊除優的 徐某俊 徐信陽 六萬 七千三百元 恭喜 恭喜獲勝 恭喜獲勝 送給你的徐志兄弟 什麼好禮物啊 我們要送給你們的是 BOSS七百消灶耳機 與音樂太陽一眼鏡組 可調適的消灶耳機頂尖的音質 及專位通話研發的麥克風 讓雙方暢談無阻 同時太陽眼鏡運動及貓眼款 天光鏡片開放式的聽覺設計 可以獨自享受音樂喔 送給你們兩位 謝謝 我們今天絕對要記得 運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才能創造獨一無二的命運 今天就是最真實的寫照了 別忘了 晚上九點請準時鎖定 全民新攻略 拜拜 十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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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十分前 十分前 全民新攻略 模範身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